据说咱们中国古代有一种残忍的刑法叫滴水型 将犯人的手脚和头固定在台面上 而头的正上方有一个滴水装置 水一滴滴不断落在犯人的额头上 就这样几天后 犯人的皮肤逐渐腐烂 直到最后穿透头骨 整个过程极其残忍 这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更要命的是心理上的折磨 难道水滴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打算亲自试一试 而实验之前他们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首先要打造一个形形用的支架 用来固定犯人的手脚 然后还需要制作一个固定头部的金属面具 这样才能让水滴精准地落在犯人的额头上 最后还需要设计一个可以匀速滴水的水龙头 经过几人分工协作 实验道具很快就制作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马上开始 本正女性优先的原则 大家一致推荐由凯莉来充当犯人 为了防止实验出现意外 他们请来了专业的医护人员 对凯莉的各项生理指标全程监控 随后他们将凯莉牢牢绑在了支架上并戴上了面具 虽然她知道自己不会有任何危险 而且实验随时都可以停止 周围的朋友们也都陪在自己身边 但她看着头顶的水龙头仍然感觉心里发毛 经过简单放松之后 实验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往头顶的容器倒满水 水滴以每两秒一滴的速度匀速落在凯莉的额头上 刚开始她感觉还比较轻松 但水滴型的恐怖之处在于时间越长 对犯人的身体和心理摧残就越严重 那凯莉到底能坚持多久呢 而为了单独测试水滴的效果 他们增加了一组对照实验 亚当自告奋勇接受刑罚 因为实验中她不会被固定 还可以躺在舒适的沙发上 准备好滴水道具之后 她躺下开始测试 这种情况对她来说并不算糟糕 她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身体不能移动也不能上厕所 而15分钟之后 对面的凯莉开始有些慌张 因为手脚被固定而产生了麻木 并且总感觉有人在乱摸 这种感觉让她浑身不舒服 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心理评估 结果显示凯莉的状态还不算太糟 而另一边的亚当表现却截然不同 她似乎很享受躺在沙发上做滴水按摩 唯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脚上这只苍蝇爬来爬去 时间来到一个小时 凯莉已经明显变得焦躁不安 不断滴落的水滴 让她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忘记捆绑的疼痛 并且四肢已经开始发抖 医护人员检查她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糟糕 凯莉却突然大哭起来 医护人员担心她的身体出现意外终止了实验 此时凯莉已经坚持了一个半小时 而另一边的亚当依然表现非常惬意 甚至还熟睡了三个半小时 期间还做了一个关于水的梦 然而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尿湿了裤子 但她毫不怀疑水滴的威力 而是自己的膀胱不够争气 看来水滴行最恐怖的并不是身体上的伤害 而是人在被束缚下的心理压力与恐慌情绪